我們這個台詞實在寫得太溫暖了 男人內心世界有個非常脆弱的地帶 我們如何悄悄的卸下他的心房 穩穩的接住他呢 OK 好 問一下阿德 我覺得遇到玻璃心這件事情 一定要記得說既然是玻璃喔 它可能是透明 你眼睛要 眼睛要放亮一點 不要去撞到玻璃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它是易碎 所以你所有的動作 情緒都不能太大 不能強烈 對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你要往好的地方想 就是因為這個時候是很脆弱嘛 你在往負面想就是碎得更嚴重而已 為什麼往好的地方想 就想一想就說 他可能就是在譬如說他講 譬如那個律師講說 你就是淪落到賣童書嘛 然後他想說這淪落到賣童書 其實他不用這樣罵我是沒有意義的 他絕對不會是來罵我 不然他不會這麼用力來講這句話 他可能就是來幫我 然後來鼓勵我 甚至刺激我 因為這件事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你要往好的地方想 你這個邏輯是站在男人的心情 所以男人要不要往 都往擴大解釋去想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記得有一次我舅舅就是流氓 就回到家 然後回到他的家以後呢 你知道流氓在家裡是沒有地位的 然後呢我馬上都在看電視 結果舅舅就在後面 在餐廳的地方就喊一聲 阿德去幫我 沒有 叫誰去幫他拿什麼剪刀這樣子 他叫了好幾個人都沒有理他 結果叫阿德的時候我就去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就拿剪刀給我舅舅 你知道嗎 我舅舅可能也喝多了 就把身上的所有一大筆錢 全部就放在我手上說謝謝我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是一個 其實我相信他那一刻 給我這些東西是已經碎了一地的 吸引了 但是你想要說 居然那個時候幫他拿一個剪刀 這個事情就可以化解他要這麼付出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關心很重要 就是人在那個很易碎的狀態裡面 需要的是一點點關係 所以我們覺得做這一集 也是一種人跟人的相處 我們明明知道這個人已經玻璃碎滿地了 你何苦再踩下去 對對不對 那問一下王醫師 對玻璃心的男人講話的 他們是不是特別敏感 那我們講話要特別注意什麼 你知道大家不是有LINE主權嗎 同學們都有LINE主權 同學們除了有自己LINE主權之外 幾個男人還組成了那種男人的LINE主權 那幾個男生在那個主權裡面 什麼東西都可以傳 比如說某某流出的那個A片 在裡面可以傳來傳去 所以各種私密的東西都可以說 那我有一個醫美的同學 哇塞 常常就去開著超跑 然後旁邊的美女一個一個人換 然後都傳到LINE主 對啊 然後呢再還好還小事 可是前陣子有一個換鐵的好朋友 陪老婆去巴黎 那巴黎的時候我們大家開玩笑 那對老婆好一點 他說有有有有 我買了一個包給老婆這樣子 薄金包 哇十幾二十萬 我跟老婆講人家真的好呢 人家花了十幾二十萬買薄金包給人家 哇那他一定買到假的 薄金沒有十幾二十的 不不不你詳細的看一下 他說 是一個白色鱷魚皮的薄金包 上白 對 我老婆就說 你還是Google一下吧 不要讓人家認同你 你沒什麼見識這樣 我一Google完的時候 一百多萬我一整年的薪水 當場第一句話就是 老婆我對不起你 問題是 我老婆有沒有跟我要過薄金包 從來沒有過 因為他自己覺得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品味 所以他不太喜歡那種名牌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句話裡面 我講老婆我對不起你的時候 其實我老婆的主體性被剝奪掉了 他從來就沒有要薄金包 他也沒有要過這種名牌 因為他覺得他不適合 然後我在這邊講我對不起老婆 其實最大的部分是在自怨自愛 那很多女生在男人玻璃心的時候 女孩子會覺得要安慰男人很累 因為在不知不覺中 在這個玻璃心的過程中 男生想要討拍 但是這個討拍的過程 其實是以男人為中心的 他忘掉了那個女生的存在 所以我是想說 如果有女孩子想要去安慰這個男生的玻璃心的時候 一個重點就是 你如果覺得她的話 不管怎麼樣都讓你覺得毛毛的刺刺的 你可以冷靜下來想一想 她的話裡面其實是不是都是以自我中心為主 那你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回應你才不會玻璃睡滿地 其實還是要把焦點放回到男生身上 稍微忍耐一下下 暫時把焦點放回到男生身上 去提升他的價值 因為男人就是在戰鬥 他現在就是戰書 你可以在別的地方想辦法去提升他的價值 可是你老婆叫你去查Google 不是很傷人嗎 她的意思是在那邊開玩笑 但是她發現我玻璃心之後 她就會告訴我說 其實我從來就沒有愛過名牌包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我才會反省說天哪 當我是去抱怨的時候 我嘴巴上是講說我對不起你 但是實際上我是在討牌 是 但是問一下 一姐還聽說有三招可以這個 穩穩地拖住那個玻璃心 對跟男生在溝通的時候 就是稍微建議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溝通 很多人就是冷戰吵架之後 才想到要溝通 可是那個時候是最不好的時間 因為你剛吵架剛冷戰 他會有防備性 所以如果是我 我通常都會拖 再拖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等到一切那個就是雲淡風輕的時候 我再開始跟他溝通 我真心想溝通的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越狠的話 你那個語氣越要軟著講 比方說你可能就不是說 你怎麼淪落到這個地步 你可能就會講說 我覺得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可能那個語氣 稍微軟一點的去講這個話 聽起來會沒那麼力 或是說他覺得很力的時候 他會想說你真的是惡意的嗎 還是你只是不太會講話 對啊 你也不要這樣想啊 不要看低這個童書啊 蹲低才能爬高啊 而且童話故事裡面有很多 真的是很勵志 我也希望你能夠回到那麼童真 找回你的初心 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聽起來不是壓力更大嗎 壓力滿像三娘教子 他的老師阿慧你好難喔 這次數以成高 還有第三項就是 鼓勵跟制約永遠是比激將法好 我認為激將法就是 在你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激將法是很好的 因為他想要證明給你看 可是結了婚 只要人家這個男人就會想說 都已經結婚了 不然你現在是在抱怨沒完嘛 所以結婚之後大概我會建議的 就是用鼓勵的方式 跟制約的方式 我說有時候訓練老公 滿像訓練狗的 就是你要給他一些刺激反應 刺激反應 然後如果他覺得他這樣子做 會得到你的讚美 他就會繼續這樣子去做 其實人跟人的相處啊 經常有時候會被人家講說 你聽不聽得懂人話啊 其實我們不是聽不懂人話 我們是聽不懂你沒說出口的話 那是什麼意思 我很難猜啊 很難猜是因為 理解對方語言的能力 會被很多東西關閉掉 那我常講一句話 就是安慰男人的這種能力 其實每一個女人都有 可是我們很難用在 我們真正在意的男人身上 因為女人對自己在意的男人 常常會有那種良人 那種要仰望他的一種期待 所以看到男人玻璃心碎滿地 看到他露出那個弱的樣子的時候 女人第一個感覺是 慌張跟憤怒 然後慌張跟憤怒的時候 你就會不由自主地講出 想要激他快點搶起來 你想要他回到你本來想的樣子 這時候問題就會越糟 所以這時候我們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是說要實實檢視 自己對男人那種軟弱的慌張跟憤怒 你要先處理自己這個東西 通常要告訴自己說 他就算有軟弱面 他還是沒有壞掉 我不會因為他軟弱之後 我就會失去保護 或我就沒有價值 這是女生自己要做的功課 可是我必須跟大家講 這聽起來容易 可是這個第一步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意識到 都覺得說我沒有靠他 我沒有期待他 可是很多人在描述 另一半的軟弱的時候 都是非常非常生氣的氣氛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不要以為要逼男人承認 這個跟一般我們想像什麼 你要有病逝感 你要有insight 你要知道你現在在生氣 你要知道你現在自卑感 這一招對很多玻璃心的男人 我們要跳過 你就是所謂結語化就是 你看懂他在做什麼時候 但是你不要逼他這時候去承認 然後再來就是說 看到他有玻璃心的時候 要做的那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原則很簡單 像剛剛大家講的那些方法 我覺得都很有效 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你要注意到 這個男人在 不管怎麼玻璃心的時候 如果他還在你身邊 那麼你一定要對他表達欣賞 例如說我覺得你去跟他說什麼 你好好的做就可以啊 或什麼這些都 我覺得這都 就是什麼 我不想要搏金包 我覺得這個都不夠 我覺得真的那個女人 可能他這時候要大笑 就說 例如像我老公講這樣子的話 我老公也對我講過這樣子的話 老婆對不起了 我沒辦法買搏金包給你 對對對 他說某某某買個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老公你真的 真的自信心非常的強 怎麼會有一個男生 在這樣講的時候 一點愧疚感都沒有 我就是愛你這個自信 你真的很man 就是 就是 那當然他當然是有一點點 微微的那個 可是你要去強調 他有的那個價值 對於男人的玻璃心 我們要有底線 不要讓他不承認 然後在那邊亂發脾氣 我剛剛講的亂發脾氣 或發悶的時候 你無條件的任由他這樣 那他就會越演越烈 他也不會變更好 對不對 所以呢 心碎好像之前都有女人包辦 其實我們這集要講的是 有心的人啊 都會碎的啦 對不對 好